受风箱桌球协会22号上午在丰山村活动中心举办了成立大会 民意代表及师生都到场致意 受风箱推动桌球运动已经有17年历史了 桌球运动人口长期停滞不前 为了持续把17年来的桌球热潮再次带动起来 在多位桌球运动爱好者号召之下成立了受风箱桌球协会 希望可以再次凝聚桌球运动的活力 受风箱爱好桌球运动的人士相当多 长期以来受风箱桌球界缺少了一个健全的组织带领 桌球运动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22号上午在各界的支持下成立了受风箱桌球协会 将为所有的桌球爱好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发展平台 我们里面球场的设备以及所有的软体硬体都没有改变转 所以我就问了 一共17年来 桌球就在这里经营17年 但是一直没有成立 没有名分 所以没有很多的补助 那我们就开始策划 未来这个球场 给大家有一个好的环境 希望改善就是硬体设备 因为反光的问题 球桌的问题 那些都让我们打球 有一点点障碍 桌球运动不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运动 更是一项促进人际交流以及友谊的活动 透过这次的成立大会 有了一个更好的平台来推广桌球运动 增强桌球运动爱好者的凝聚力以及互动性 桌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不管是年轻的儿少啊 然后长辈啊 这些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他们这一次呢成立呢 也希望说有更多的爱好者能够来加入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我们收封能够找到 更适合他们的一个地点 我们来陆续的来找一下 看有适合我们桌球的一个老少选宜的位置呢 让我们的这些爱好者都能够在 自己在这个区块里面来练习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林水云理事长 那能够凝聚大家的共识 那能够聚集大家在一起 那成立这个桌球协会 那我们也期盼这个协会成立了以后 那也能够找回收封箱17年前 运动盛行的这个荣景 那平阳也会持续来协助协会 那不管是设备的提升 那办理各项的活动 那也期盼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多多出来运动 不要多玩手机 那多多从事运动的事情 有益身体健康 收封箱桌球协会表示 未来将举办更多的比赛活动 提供更好的培训以及指导 让更多的人愿意参加这项运动 未来也将与其他相关的机构 或是组织进行合作 携手共同推动 收封箱的桌球运动发展 记者凌杰 收封箱采码道 谢谢大家